嗨,大家好,刚刚收到表妹发来的信息,她跟我说今天他们上完班,厂里就要放假了,她才去上班半个多月又要放假了。 她说他们厂因为外贸订单停了,他们工厂今天发了通告,暂时放假三个月,注意是三个月哦,还说是暂时,不知道三个月过后又会是怎样的结果。 厂里面呢,也希望员工想辞职的赶紧辞职,不想干的呢,就赶紧提交辞职申请,立马提交立马批,因为欧美那边的疫情在大爆发之后,所以很多外贸订单都取消了,不止他们工厂,听说深圳很多工厂因为外贸订单取消而面临停工停产,真的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影响太大了。 暂时放假三个月,比春节的假期还要长,这三个月对于很多人来说,简直就是要吃土了。 很多人的房贷啊,车贷啊,生活啊,怎么办呀。 所以找到工作的朋友们,你们就好好地珍惜你们现在的工作吧,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难找工作了。 表妹还说,不仅他们厂,他们周边的厂这几天都会陆陆续续地发通告,放假停工。 有些没有停工的工厂呢,就是降低当价,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 在这里呢,也提醒想要出来找工作的朋友们,别急着出来啊,因为现在这边找工作太难了。 有些好一点的工厂呢,也停止了招工,所以朋友们也别着急出来,就在家待一段时间吧。 因为现在出来找工作,要租房,生活,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的话,这些开销也是很多的。 可能待到六七月份再出来的话,可能会好一点。 这边都是深圳这边厂区的宿舍楼,都空空的了,因为放假嘛。 有的就选择回老家,有的呢,又另外找工作,空空的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喜欢我的视频点点关注哟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